巴西新冠肺炎每日新增死亡病例达到了4000宗 总死亡人数逼近了34万 创下了全球死亡病例第二高的国家 预料体系更是不堪重负 濒临崩溃 即便如此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却重申 政府不会因此而落实全国性的封锁措施 在疫情最严峻之一的圣保罗 每天当地创下了1300宗死亡病例 为了有更多空间埋葬激增的染疫亡者 工人们星期三超时加班 在墓园加速开挖600个新的墓园 尽管死亡人数不断的攀升 大部分州属的加护病房已经是九成满了 但是一些州政府依然是执意开放经济领域 根据一个网络调研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巴西2亿亿千万人口当中 只有区区3%的民众接种了疫苗 本来会是一个个人的冠状 就是前半这个日替代的市场 但是传来就像在北京的农会 我们下半个人的农会